今天主要是一條修令條例草案 接著就是識別議案 其實時間會不會很早就收工呢 我相信今天都會長的 因為我們最主要就是有一個識別議案 我想很多議員過去五年都有很深刻的感受 很多事情會說的 也有些議員可能是作了一首歌 或者是安排了很好的演詞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過去五年的一些工作的感受 所以我估計都是按正常時間 可能到傍晚六七點才能完結 我問你過去五年 現任一年沒有民主派 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樣 比往年辛苦了多了一年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屆議會 以往都是四年現在是五年 當初我們開設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已經由宣誓開始 已經是非常激烈 議會其實我自己覺得是起伏跌檔得很厲害 前段時間你無論是宣誓 選舉大主席 委員會主席 內會主席 都可以搞到很多風波出來 更加不要說我們要通過高鐵的一地兩檢 開了十幾次會 都未必過得到 但去到後來 延任一年的時候 你會相對看到其實那個工作又暢順很多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如果議會是集中說一些經濟民生的事 沒有說那麼多政治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舉個例如我們今年都過了四十六條草案 是以往的差不多一倍的 亦都是批了三千三百多億的撥款 這個亦都是較那麼多年以來是最高的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讓議會回復正軌 但是會不會還有多些例子 就是說見到這一年裡面沒有了民主派之後 特別不同了 我想議會是暢順了很多的 但是也都有個問題 就是你會看到其實政府的官員 某程度上是沒有以往那麼積極去拉票 他可能的心態上 我可能是一定過 但是往往就是這個心態 令到他們是打敗仗的 你會看到其實議會裡面沒有了反對派 我們對於政府有些的開委 政府有些的工程 甚至政府有些法例 我們都是讓他打回頭 重新再來過 因為他事前的游說的工作做得不好 解說的工作不好 甚至乎在議會上面的表現 都是令到很多議員很憤怒的 所以他有些議案都是要撤回 再重新再來過 但是反過來我們跟其他議員談過 你都會覺得其實現在政府有個態度 就是數夠票就算數了 就是是不是你自己都覺得是這樣 我想多多少少會有一個這樣的 數夠票就夠的這樣的心態 但是這個我相信他是要改變的 特別是接下來那個議會 可能很多的新的議員 他要重新再跟他們溝通 代表的利益的階層也是不同了 所以如果官員只是抱著說 我數夠票一定過的心態 其實他在議會裡面面對的壓力和阻力 一樣會這麼大 但是亦都會有一個矛盾位置 譬如政府 就是林太也有說過 就說現在的議會 其實暢順很多 行政立法關係有改善 但是現在這樣聽下去 又好像我們暗產你們去談的時候 又好像不太好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正常議會 議會和行政機關的關係在這裡 就是議會不是完全是一個敵視的狀態 但是我們亦都要發揮我們監督政府的職能 沒有一個人說坐在辦公室想的那條法例 是百分之一百是完美的 即使是你那個完善選舉制度的那條法例 我們的議員在審議的過程裡面 都其實提了很多的建議 政府亦都提了很多修正案 那麼最終都是過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有一個良性的互動 我們提建議 如果是對的政府便要聽 不能夠永遠都說自己適合了 議員錯了 或者議員是沒有道理的 這樣不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新的常態就是 議會當然是配合行政機關去施政 但是遇到有些不對的 或者是不足的地方 我們一樣會說 一樣是會對有些議案是不贊成的